本海岸近日有一处黄金海岸泄密镜 吸引网友取景抢拍 大片寄生性植物兔丝草覆盖在青山跳石海岸上 意外形成亮眼的金黄色奇景 搭配蔚蓝海岸一同入镜 独特的景致令网友们惊叹 黄澄澄一片好细菁 兔丝草散发淡黄色泽 有着金丝草黄金丝的封号 常寄生在阳光充足的海边灌木虫 住家绿里等处 有网友发觉在飘食海岸 出现了一大片被兔丝草覆盖的海岸美景 桌边还有常见于滨海的紫色马鞍藤点缀 形式于切牛花匍匐生长 享有海滨花后之称 满满的金黄色地毯 搭配紫色的漸层画面也相当唯美 特别是从兔丝草往海面的方向眺望 满满拍打的海岸景色格外疗愈 要身为今夏最亮眼的黄金海岸线 隐藏版拍照秘境 不过随着气候关系 兔丝草数量有明显缩减 想要关上的民众得加快脚步 看完黄金海岸线之后 再往前走即可看到海岸线旁的咖啡店 羊豆子 比进门就看到坐无虚席的客人 老板表示20年前就在此卖咖啡 当时还是行动咖啡车 后来应援机会下而发展成店面 至今也快20年 而每三年就会重新粉刷 所以店内完全感受不到老旧的气息 羊豆子凭借着无敌海景 让游客络绎不绝 店内有贩售咖啡、饮料与蛋糕 旅客可以在此留在地享受下午茶 而户外的座位区更是观赏海景的绝佳位置 随手拍都是绝美照片 咖啡店门口设有停车位 对于开车的朋友非常方便 同时店家也可以携带宠物 让客人带着毛小孩一起观海喝咖啡 喝完咖啡可以再前往今年7月才开幕的食补宴 在家餐厅长生在鱼杆旁的巷子里 由外观可以看出是由老屋改建而成 而大片的玻璃窗让餐厅非常明亮 原有的老树竟有设计师的巧手 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店内并无华丽的装潢 而是由存浦的座椅简单拼凑而成 老板将菜色直接写在黑板上 随着季节会推出不同的料理 菜色除了有传统的家常菜以外 更有店家独自研发的专属菜色 满足不同口味的饕客 餐厅保留了老屋和大树 有着温馨又文青的氛围 让旅客可以放松舒服的在里面用餐 一趟金山的在地小旅行 让视觉与味觉都得到满足 更多的感受就等着你来体验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